真的 突然是烤肉在我心目中还是当杯碗 那种油漬漬的烤肉 配上这种圆润饱满的米饭 肥肥肥肥的卷 这就是郑卫尼大厦的江山 我都不敢想它得有多鲜美了 这个滋滋的声音我听 哈喽 我是Danny 朋友们 我的新相机到了 迫不及待我要带他去开个工 我们去吃一家很地道且非常好吃的川式烤肉 走吧 来点餐吧 五花肉 烹火牛肉 香菜毛肚 泡椒红和丝 花财肥牛 葱板肉 乌娃乌 蘑菇 泡椒鱼鱼鸭 鸭肠 9块9位我的天 水蜜桃 泡椒烤底线哪一个 这个饭哪一个吗 OK 这个调料打的我感觉我自己是 来吃火锅了 来吃烤肉 我要开动了 就觉得他们家的这个板板 就很像铁板烧 我真的很喜欢 鱼花肉 然后 冲板肉 发财肥牛 我要把它撒上去 我就是来这炒菜的 我感觉这边还可以给他加几片 这个烹火牛肉 那我来为他打上香菜吧 哇 这个滋滋滋的声音 我的脸 鱼花肉 我要先吃个原味的 它五花肉有去皮 你就吃不到它的皮 那种变得硬邦邦的 不会 好好好吃 一口下去它的油脂 瞬间爆满 包个生菜吧 这五花肉真的 那种大大的表扬 真的很取 来点小米汁辣 再给它来点香菜 我怎么说 这个炒的好好吃啊 好 我干脆把这个盘里面的 全部淀起来吧 怪不然它们都好了 这是我的烹火牛肉 我们来看它待会儿 可不可让我烹火 这是我的松板肉 这就是正为你打下的江山 再来给它撒点这个小米辣 很香菜 这个牛肉好耶 它包成那个小米辣 真的很刺激很爽 我都不想占 他们在那边占结了你知道吗 就直接去跑出来的这个味道 它码料 真的码得很棒 我觉得 给它包一点这个 整个香菜牛肉 就满头了 真的要大口的给我吃 才能感受得到 这样包好像更方便一点啊 我这个米线 第一种 要烤15分钟 先把它烤上 等我把那个可末帮我烤了吧 嗯 还有一个这个烧焦的拌饭 尝一尝 上面有一颗 似爱心非爱心的煎蛋 比较正的烧焦味 来裹一个这个肥牛 吃饭 突然是烤肉在我心目中 才是当倍儿外 我的米线好了 我先把这看牛肉吃了 在火板上烤的时候 那个辣椒调料 释放出来的 稍微有一点刺鼻的味道 很伤头 这个好了 嗯嗯 我给它按了 你看现在咋开啊 加了肉浆的泡椒烤米线 这米线好Q弹啊 谢谢 它这个泡椒酱其实不辣 相信我它真的不辣 好吃的 QQ弹弹的 但是它很柔和吃起来 它不是那种硬邦邦 没有那种焦达很重 我觉得是这个泡椒拌饭的好吃 真的朋友们来他们家 一定 一定给我点这个泡椒烤米线 还好吃啊 我这个泡椒烤米线 还好吃啊 还好吃啊 这是一个水蜜桃的冰糖员 还不错 这真的有水蜜桃的果肉 我的这个口沫天哪 我轻轻一夹 那个口沫里面的汁水就会流出来 我都不敢想它得有多鲜美 它除了口沫本身的汤汁之外 它上面不是有肉馅吗 那个肉馅也经过高温 煸烤之后它收缩 然后释放出来的汁水 这两个融在一起 天哪 每一口都是这儿 小哥跟欧梦我烤了 鱿鱼虚和黄和丝 我把这个鸭肠给它烤上来 它有一层香菜毛骨 感觉自己 天生的一个那种 厨师的感觉 这种真的很有成就感啊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在 鹏度的烤肉店了 吃到炒毛肚啊 炒黄和丝啊这种 感觉很崇信的菜 我真的不想夸了 我感觉很夸张 但是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下面有洋葱丝 你知道它跟这个一起炒之后 就会变得更加的清香 他们家这个泡菜也没好吃了 它加了紫浆撕撕进去的 很八丑 我最金光灿灿的五花肉 有一种自己在吃回锅肉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绝 我还有一片 专门专门流的这一片 给今天做一个结局吧 不用包剩菜的 今天整个人都圆满了 这个就叫做首尾呼应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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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